即将18岁的莱昂诺尔公主已经不在世 那个意味在母亲身边的大眼萌娃了 对于进入青春期后的莱昂诺尔公主 人们更加好奇的是她的恋情 在国庆日招待会的欢迎仪式上 莱昂诺尔公主迎来了自己的同班同学 在握手仪式进行时 一位男同学的举动成为了西班牙网络的热议话题 在轮到这位男同学的时候 由于握手时间非常的短暂 在这短短几秒钟的时间里 她对莱昂诺尔公主说了些什么话 瞬间逗笑了国王和王后以及莱昂诺尔公主 而这位男同学在说话的那刻脸就胀得通红 也正是这个动作引爆了吃瓜群众的好奇心 有人怀疑这位同学是莱昂诺尔公主的追求者或者爱慕者 因为无论莱昂诺尔公主走到哪都会出现她的身影 有趣的是即便是国王夫妇站在莱昂诺尔公主旁边 她也没有丝毫的怯场心理 反而是用自己的话语逗乐了这一家人 也正是这样的举动博得了民众的好感 至于这位男同学说了什么没有人向媒体透露过 其实她说了什么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个男同学的话语 赢得了在场人的好感 其中也包括莱昂诺尔公主的父母 其实作为西班牙的王储 莱昂诺尔公主已经多次传出感情绯闻了 她的绯闻对象不仅有足球明星 还有外国王子以及同班同学 然而这些都是未经过正式的传闻 直到现在为止 西班牙王室还未回应过莱昂诺尔公主的感情问题 实际上青春期的爱恋就是心理学上认定的 人类先天所赋予的一种本能 到了一定的生理年龄 所引发的自然冲动行为 至于莱昂诺尔公主会和谁谈恋爱 将来她和谁结婚那都是她的自由 从法律层面上讲 作为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 假若她有结婚的打算 在成人之后 她结婚就需得到父亲 也就是西班牙国王的同意 以及西班牙议会的支持才能成婚 当然作为莱昂诺尔公主的结婚对象 她的背景必须是干净的 王位继承人的择偶观 甚至是大众的择偶观 在不损害国家利益 以及王室形象的情况下 费利佩六世和西班牙议会 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那么与莱昂诺尔公主结婚的男人 会拥有什么样的头衔呢 在西班牙历史上 西班牙女王的配偶会被授予国王头衔 比如伊沙贝尔二世的丈夫 弗朗西斯科亲王 不过她并没有任何实权 在那些日子里 伊沙贝尔二世才是王室地位最高的人 既然现在已经允许王宫贵族与平民通婚 按照西班牙的国内情况来说 即便是与莱昂诺尔公主成婚 莱昂诺尔公主的丈夫 被称为国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作为女王的丈夫 她很有可能获封公爵封号 并被授予亲王殿下头衔 然而假若莱昂诺尔公主 喜欢上她国的未来君主 又该怎么办 显然两位国君的结合有着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 不同历史等各类问题需要解决 按照以往的传统 两人会在商量之后选择一处安顿下来 或者轮流在两个国家之间定居 如果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这个继承问题就好解决了 再不然就只能选择退位让位 给第二顺位继承人 不过假若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 或许会引发国家危机 毕竟西班牙君主力限制的支持率并不高 不得不提的是 西班牙人并不喜欢面对这样的问题 显然这样的事情 会削弱西班牙君主制的社会地位 并导致分离主义情绪的滋长 或者共和运动的频发 因而这样的事情在西班牙根本行不通 至于青春期的爱恋 那是大部分人的人生会遇到的事情 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是生理和心理的一次自然而然的跨越变化 是年少生命的绽放中的情感悸动 也是人生的一场修行 下期待的时间 谢谢观看